歌手周思杰和助理走在骑楼人行道上 来到停车场出入口 周思杰左脚突然伴了一下 他往前一个亮相 整个人脸朝下摔了出去 声音之大 把前面的助理和在场所有人吓了一跳 周思杰站起来的时候只能驳着走路 几个钟头后发现无法站立 赶紧到医院检查 这才发现右膝盖骨裂伤 打上石膏后必须休息整整三个月 周思杰认为是当地的人行道 骑楼不够平整 害他半岛 来到事故地点 人行道路面的确有五六公分的落差 不过当地民众过去都不曾听过 有人因为这样子而摔倒 周思杰在脸书剖文 除了公告接下来工作形成暂停 也要向台中市政府申诉 希望整顿人行道 市府回应 后续如果接到民众申诉 会进一步确认相关改善事宜 并提供当事人必要的协助 环而新闻好人给张春风台中报导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